公民崛起 大家一起来翻转 大家午安 我是汪吉民 当然我们最希望发生的事情是 19年前的命案 能够在这两天能够翻转 那么彭宛如当时参加了 就是民进党的一个活动 那么因为活动非常的晚 因此他叫了一个计人车 结果后来不幸 是在高雄的一个凤山附近 发生他沉湿于一个墙壁旁边 那么这个案子已经19年 再过一年又两个月后 这个案子就将是不可能 有被起诉的可能 突然间露出了一片曙光 似乎有嫌犯已经被锁定了 好这个事情 当然就显示了警察 真的是弃而不守 19年我们都快忘掉这个事情了 可是大家知道吗 最近在宜兰有一个议员 因为红丹的关系 大骂警察局长 警察是有多辛苦 台湾有许多的法律 对警察是不利的 好我们等我来谈 彭宛如的命案 以及这个警察议员 大骂警察局长 这种不堪入目的这种画面 我们来比对一下 台湾的警察真的很辛苦 我们要替他鼓掌 但是讲到辛苦 马锡惠这个后续效果 似乎还没有消失掉 好我们今天来看 几个重调的话题 我们现在谈了几件事情 就是新新闻在之前有一篇封面 叫做泛兰真主 叫做习近平 当时吉民看这篇文章的时候 笑一笑 大概对嘛 就这么一回事嘛 可是呢 当这个我们说这个是 谣人多写了这篇文章之后 我们真的发现到 这个习近平不但是泛兰真主 而且是一个耍猴子的主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马英九是一只快乐的猴子 他在说什么 马英九是我们中华民国总统 怎么会变成是一只快乐的猴子 难道马英九进到习近平 就变成是一个猴子吗 好这个事情等会 我们会稍微聊一下 第二个部分呢 其实是比较关心的部分 是什么呢 好这是台湾无法参加 国际刑警组织 成为人坦言 是中国在阻止的 不是习马会开得很开心吗 习近平说 马英九很尊重的中华民国 当他讲中华民国的时候 这个习近平的表情 没有任何表情 那为什么我们国际刑警组织 他要帮我们踢出去 我们要进去中国要阻止 这人讲的 又是中国成为了一句话 狠狠打脸马英九 到底马习会的背后 有没有什么大的事情在发生呢 好另外一个重点消息 就是昨天有谈到 民党34席的部分区已经拍板 所有的天王全部out 好但是 其实杰明比较关注的事情是 因为桃渊有一位议员 新科议员要准备选立法委员 他在领书上面写到一件事情 杰明就特别关注了 也深为感动 第三四名当然是陪绑了 三四名是绝对不可能 但至少在三四名放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做王贵连 可能观众朋友对他不是很熟悉 那我们看他指称叫国会议事 就是他是这个是内勤单位 他是立法院团的主任 那么这个桃渊这位议员是说 其实他就是国会助理 哎呦如果是这样 一个国会助理竟然被民进党 列为所谓不分区 当然三四名是陪绑 是永远不可能有机会 但这种感觉 这种氛围 民进党是不是真的 已经慢慢得到年轻人 还有这些所谓为议员 还有立法委员打拼 觉得没有未来的人 得到一世的曙光呢 这个事情 真的令人感到动容 就是因为杰明昨天看到 桃渊一位现议员 说了这句话 一个国会助理 会变成国会的不分区 好了 那我们今天真的要讨论的主题 包括什么 习近平送给台湾的礼物吗 恐怕是美国不爽吧 为什么这么说 事实上今天有个独家 是封传美 当然民进党第一时间 已经否认了 那我们今天讨论 他民党为什么要否认 美国按住蔡英文 其实11月1号 就已经告知 马锡惠的机密了 这时候他演了一场戏 叫做我被突袭了 到底谁被突袭啊 蔡英文看起来没有被突袭 因为11月1号就知道 这桩戏会不会又得夺 美国对民进党保守秘密 再加分呢 好了 讲到这边呢 我们来继续往下推销 其实有几件事情 还蛮有趣的 就是马英九最后说 在这个TBS反问的时候 就说提到中华民国宪法的时候 习很平静 习很平静你就很开心了吗 而且当时你在说 中华民国宪法讲的是什么 讲的事情是否认一中一台 好了 这个议题都我们要讨论 因为这个议题要见到 史雅萍这个人 好 史雅萍我们这事情 等我谈一下 好 锁定一个嫌犯 朋友们的命案已经露曝光 可是看到一件事情是一个议员 因为一张宏达大骂宜兰县的这个议长 好了 我们钟晋大哥说一句话 现在政治越来越小心了 因为你的手机 你的网路就是所谓的观察政治的一个 所谓的为政治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好 另外一个角度来切入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事情是 我们来看一件事情是 朱立伦去了美国 但是大部分的篇幅竟然是 这个要安抚挺栏的桥界 你去美国是为了安抚挺栏的桥界 而不是见美国官员吗 可是很特别的事情是 朱立伦去了美国 结果美国的众议院 哇 这么多人来众议院的 众议院的这个派遣谈 好 在这边 朱立伦去了美国 结果美国众议院跑来见蔡英文 这个脸打得疼不疼啊 这些问题我们等会一一 要来跟观众朋友一起来讨论 我们先介绍我们来宾 政治评论员胡忠信 忠信大哥你好 主持人 大家好 好 另外是 恭喜你 昨天收视很高 谢谢 谢谢忠信大哥 谢谢这个观众朋友的支持 讨论率大家都会有兴趣 好 另外就是讨论民进党 大家都有兴趣 那么所以先开始 绝对不要随便乱骂民进党 为了收视力 开玩笑的 好 另外是 讲到这边可能有些人 你会发现到 他真的最近越来越年轻 仿佛回到了少女时代 就是前民党发言人 徐家欣 大家午安 家欣少女你好 谢谢杰明兄 好 另外就是政治评论 知道很多政治任务 但是都不能说的 钟年晃 你好 杰明你好 大家好 好 另外是资深作家 李建南 建南你好 你好 今天我们宋楚瑜在忙什么 宋楚瑜 宋楚瑜几乎都在 不断在天道筹琴 不断在跑 可是媒体怎么没看到他 媒体的策略就是把他边缘化 好吧 但是我们小道消息很多 等会儿 接着 等会儿 你要去宜兰吗 对 我等一下就要去 你为什么要去宜兰 就是也是在帮这个 宋知识者 真的是这个风策 因为我当过宜兰县县长部书记 是 好 另外是杨石秋卫 稍要加入我们讨论 另外就是社会观家 翟神 朱玄 学生你好 各位都好 好 我们今天进入到一个火线话题 这个火线话题是真的非常有趣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卡 这个图卡是什么呢 这是朱立人 没错 他很开心 见到美国众议员 争取台湾加入TPP 那么他跟一个人握手 看一下这个人 这个人很重要 为什么这个人重要呢 他是美国联邦众议院的 外交委员会主席 罗伊斯 大家对他熟不熟悉 但是整个画面就是看到 他们两个握手 那不错 这个可以见到美国众议院 外交委员会这件事情 朱立人应该在脸上觉得 很亮 可是不小心 那个年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你可能比较清楚 我要请你跟观众朋友解释 这个有什么重要性 这个一样的罗伊斯 这个罗伊斯在这个地方 对 这个罗伊斯 这也是罗伊斯 可是你注意到 他两个握手完 这不见了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出席的 蔡英文的欢迎酒会 而且还有很多的众议会 而这个人笑得很开心 笑得很腼腆的 这位 竟然是罗伊斯 这样的一个比率 比较来看 似乎朱立人这次 真的去美国吃鱼 难道是因为马锡 会骚到台湾味吗 我再给大家看一个画面 来 这个是什么 这是一个重要的机构 这个机构叫做 华府的美国智库 这是蔡英文在3号 对智库演讲 而这是什么 一个语团 那这语团的人是谁 一定要把这个人介绍 他是前美国助理国务卿 坎贝尔 那么坎贝尔在这个 你知道助理国务卿 在美国其实是一个 非常高阶的中央组织的人 这是一个语团 那么我们 但是为什么 没有朱立人画面 因为朱立人想要进智库 人家说sorry 这到底怎么回事 大概不外两个原因 其实蒋经平刚刚给我们看 罗伊斯的那两张照片 其实有时候在国际外交上 你就得注意这些细节 有时候一个小动作 其实可以透露很多的资讯 在里面 第一张那个罗伊斯跟蔡英文 他们几个好几个参议员 跟蔡英文一起合照 那个应该是在见面之后 一起出来开记者会 跟参与这个简单的茶会 还跟他一起参与了一个见面会 对 那朱立人也跟罗伊斯见面了 可是罗伊斯并没有出来 跟他一起开记者会 也没有跟他一起 有举办一个简单的茶会 这差很大 这个当然就是亲疏有别 这个当然就是亲疏有别 因为今天我愿意跟你见面 我愿意跟你见面 而且我跟你一起出来参加欢迎茶会 甚至跟你一起开记者会 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等级的事情 等一下跟你见面是一回事 但是我跟你见面完之后 我还出席酒会又是一回事 出席酒会之后 我又跟你参加记者会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跟你见面 有可能只是因为你是总统候选人 所以依照基本的礼仪 我必须跟你见面 但是如果我跟你见面 又跟你一起参加欢迎茶会 又跟你开记者会 那恐怕就不止你只是总统候选人 这么简单 那可能有其他的意义 特别罗伊斯 因为他是外交委员会的 对 我觉得这大概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朱立伦 这次访美行程因为太赶 所以很多行程 事实上他很难安排 而且最近美国 其实重要政要大概都不在本土 因为他们都各有其他任务出国去了 所以他这一次包括 可能罗伊斯当天也许 因为可能是临时插进去的行程 所以罗伊斯可能原本有既定 其他行程时间 大概很赶 所以也没办法跟朱立伦一起 一起公开露面 比较长的时间 我这个是比较从善意的角度 来解读他 那行程很赶 所以他没办法安排 包括像他去华府 也想去智库演讲 而且大家注意 上次蔡英文在智库演讲 是全程公开 那朱立伦这次能不能到智库演讲 目前还不敢确定 即使有到智库演讲 恐怕也无法公开 恐怕也是闭门的 那我们知道 美国华府几个智库 其实每年的行程都非常的满 你临时插进去说 我要安排一个演讲 然后你要把智库重要的人 全部找来 办演讲不难 因为智库反正都有场地 但是你要把重要的人 全部都找来 恐怕就要花一点时间 等一下 可是你看到这个场面 这可不是闭门的 对 那是公开的 你看到这些都是属于 就是我们说 这个众议院里面 跟外交有关的 跟亚太有关的 一排在这边 那这边是记者跟媒体 所以很明显 这是一个开放式的 可是你刚才提到 就算是让他去智库 也是关起门栏 这差距差别有多大 而且其实观众朋友 台湾观众朋友 可能对美国智库 不是太了解 美国几个著名的智库 其实他都是准官员或是前官员 就官员下来之后 他可能到智库 或者说他智库待会之后 将来 比如说明年美国也要选总统 可能他就进到政府去服务了 所以他的智库跟这个政 其实是非常紧密的关系 那朱立伦因为时间仓促 可能也来不及安排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 其实美国非常关心台湾的选举 他们对台湾的选情 一定了解的程度 可能不下于我们 是 所以他大概也很清楚 明年的总统 谁当选的几率比较高 那给予谁的规格的待遇 因为很简单嘛 外交要投资 可是投资总是要把这个 我们常常讲说钱要花在刀口上 我今天要投资蔡英文 多一点 投资朱立伦多一点 投资宋楚瑜多一点 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判断 那表面上 我觉得大家应该是看不太出来 除非你像杰明这么细心 去看到那个照片的差别 表面上美国一定给朱立伦 跟蔡英文一样的待遇 就是你去过的地方 這只是一个握手 这是你看蔡英文笑这么开心 一排人围着他 而这位就是我们说的 刚才讲的最重要的 这外招 可是国民党 一定会跟你讲 蔡英文有见罗医师 我们朱立伦也有见到 这种见法一看就是不一样 对啊 当然那是因为我们内行会看门道 可是对一般人 大多数人反正你也有见到 所以我说 美国表面功夫 他会做足 你蔡英文见了哪些人 朱立伦大概你基本上 也可以见到一些人 但问题是重点是 规格在细微处 就是接待的规格在细微处 还有到底谈的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部分 因为这面到外交使节的这种礼仪 包括众议院 这里面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他们什么人可以出去 那到底成绩到什么地方 这肯定是一个高深的政治学问 这里有个说法是不是代表的 美国越来越信任民进党 上次这个就是立法委员 曾经到我们这边说 其实现在美国对民进党的这个支持度 恐怕超过国民党 好了 所以我都要请教一下忠信大哥 因为这样事情进入到一个深水区 美国是不是不满意马政府 尤其是联席会 直接联络了朱立伦 所以访美的时候 其实不是处处受限 恐怕是处处刁难 我们来看一下美中医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罗伊斯不但在全程陪了蔡英文 在饭店大厅公开接受访问 而且他是限职的 限职的外交委员会主席 这是在今年五月份访美的情况 那么到6月3号的时候 蔡英文在华府美国智库 还有一个演讲 这时候还有这个前官员 一起来陪同雨谈 这两个规格比对他连门都进不去 甚至进去的时候还是要关门的 还有罗伊这次出现 只有出现 但是连晚宴都没有出现 因此一疯传媒就传了一句话说 其实美国已经在暗住蔡英文 广告之后我们来听听看 这个忠信大哥进入到这个深水期 美国会不会在未来选举里面 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我们先进口广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